世界各地都传出了不少天然灾害 首先来看到的是大西洋热带风暴 克利斯托勃7号登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破坏性强大的风暴随之而来 纽尔利安斯跟沿海地区首当其冲 道路跟住宅区大面积淹水 而这波幻天气也影响到了整个墨西哥湾沿岸 一天之内竟然出现了八个龙卷风 佛州大城奥兰多市区遭到龙卷风肆虐 多栋房屋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龙卷风沿路摧毁电力设备 爆出绿色闪光 受热带风暴克里斯托勃影响 美国东南部沿岸出现八个龙卷风 在佛州龙卷风直冲奥兰多市区 树岛污毁 沿岸边更清楚可见巨大水龙卷横扫而过 阿拉巴马州沿岸同样有水龙卷 伴随闪电现声热带风暴七号 从路易斯安那州登陆 海浪迎面扑来 破坏性强大的风暴潮 更重创沿岸地区 纽澳梁首当其冲 百年历史的排水系统相当不靠谱 加上最近的反歧视抗争 跟武汉肺炎疫情 使得当地惨遭三方夹击 美国总统川普同意签署紧急状态宣言 提供联邦资源协助路易斯安那州抗灾 热带风暴将一路北上影响密西西比州 阿肯色州跟密苏里州 幸好力道会逐渐减弱 别人好币